大家好,我是美国的波比医生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有关睡眠的冷知识 这是第五个节目了 今天有关睡眠的节目 这个节目我要讲一下 睡眠的时候温度 我们身体的温度和周围的温度对睡眠的影响 这就解释了一个问题 是说为什么有人说想睡个好觉 你晚上洗个热水澡泡个澡 那样睡得就好一些 情况是这样的 是我们在睡眠的过程中呢 我们身体喜欢核心的温度降下来 通过身体表层的这些血管的扩张 让表层的这些热量增加它的散发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能够降低我们的核心的温度 有助于睡眠 理论上是这样的 所以要实现这个目标的话 就有很多办法了 比如说你晚上洗个热水澡 它的目的是呢 叫做vesodilation 让你周边的血管它扩张一些 扩张一些呢 这样血流增加就可以有助于把那些热量带出来 散发掉 这个是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你房间里的温度了 就是不要晚上的时候把空调开得非常高 那样的话不利于睡眠 再还有一个办法 也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造成给自己带来睡觉带来麻烦的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不要吃太咸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吃了一些很咸的这些饭呢 饭菜的话 这个时候就造成身体的血管的收缩 这些血管的收缩呢 它就会引起这个表皮这些血管收缩之后 不容易把热量散发出去 当然我们说过了 一天每顿饭的时候吃盐的量都要有所控制 一天最好不要超过2300毫克 但是你如果要吃盐的话 也是要早餐午餐吃 晚餐就尽量要更加少盐少糖 在这样情况下呢 通过前面说的这个三个办法 一个是热水澡 让自己的皮肤的表层的血管扩张 散热 然后室内的温度低一些 同时不要吃太咸的东西 这几个办法都能够降低我们身体核心的热量 然后帮助我们一夜睡得稳稳当当的 好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请帮帮点赞转发 下次再见 拜拜